大家好,那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眾所期待,但是 除了 就是預購非常久到現在接近三年才發售的 浩克毀滅者NK44 首先你可以看到呢,其實他算是非常大的一隻喔 雖然不是我手邊最大的一隻玩具,但也幾乎是 第二高的一隻玩具,我手邊最高的就是之前也有開箱過的那個 類似像唐膠的無敵鐵金剛 那那隻呢,就是比這隻稍微高一點點,那隻好像 60公分還是60幾公分,那這一隻呢 拿尺稍微量一下 他也是接近60公分,大概57左右 好,那這是他的 高度喔,那他另外一個號稱巨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非常的重喔 他 說明書上面是也說接近10公斤啦,然後 我手上並沒有磅秤可以量,所以我上去看了一下別人秤的重量是 8.9,那這是 8.5喔,所以他算是非常重的一隻,雖然他並不是合金,他是 塑膠,那為什麼塑 塑膠做這麼重喔,他裡面整個骨架跟結構其實都是金屬的 好,有興趣的朋友你把那個 頭啊,胸甲翻開,你可以摸到裡面的都是金屬的喔 那整個骨架其實非常的扎實,所以他也 相對的非常重喔,不像某一家KXA的那一家有沒有 號稱是合金的,然後反倒 塑膠比較多喔 那這一個部分 他透也就比較老實一點,而且比較有誠意喔 好,那首先我們簡單的看一下說明書,說明書呢這還蠻多頁的喔 就是總共有 23頁 算少數說明書這麼多頁的 前面的頁數都是介紹 如何裝電池 好,所以他電池呢跟NK4647不黃多讓喔 就是 非常的多顆,你要 花一點時間才可以把 全部的電池都裝完,而且他還有旁邊的 NK43的半身胸向也要裝電池喔 然後再來就介紹哪一間 那個 上面的裝甲是可以拆下來,方便你去做 合體的動作 然後呢,再放到後面 好,就是胸甲可以做 替換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 如何把四分之一 如果把 半身的 其實這不到半身,這差不多四分之一身而已,連手都砍掉 好,如果把這個 半身的 胸向放進去,或是把整隻人放進去,整隻人放進去他叫你要先穿褲霧 這還蠻好笑的喔,畢竟 鋼鐵人裝酷化,還挺搞笑的 又不是 COSPLAY的PARTY喔 好,然後再來呢,就是 要終於頭可以拔起來啦 拔起來之後你就可以放進去,放進去,裝上去,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這個上面就是他所有的龜甲,然後講一下這些龜甲是用磁鐵的 你也可以用吸附的方式把它吸上去 那會比較 應該說就是用吸附的方式把它吸上去會比較方便喔 然後再來就是 有兩塊後面都有這個勾勾 方便你裝盔甲的時候固定他不會 晃來晃去 好,這是 另外他補充的地方 好,然後再來就是 手部的這一個 裝甲 好,裡面可以裝電池 然後再來他有一些他的 簡易的可動 然後再來側面這一塊 是有替換鍵 也就是 戰損鍵喔 唯一只有這一塊可以替換 其他的 都還蠻完好如初的 然後臀甲可以翻開 然後後面就是可動了 好,手腕可動 手臂可以轉360度 然後這邊可以往下拉 好,那 再來呢,手臂就可以舉上來 等一下給大家看 好,然後腳的可動非常可憐喔 前後只能彎 30度喔 雖然這邊號稱30度 我覺得30度不到啦 可能只有15度左右吧 好 那再來呢,兩腿完全不能張開 這是更可惜的地方喔 我覺得他硬要把NK43放進去 受到KA的刺激之後 反倒是把整支改的 就是變得 不可動 那你應該就叫雕像 或是叫PPS 你不應該就叫 就是可動 NNS系列 這是我覺得 他改進後 並沒有把可動提升 反倒 減少可動 是比較不可取的地方 好,那腳踝可動 手腕可轉動的地方 好,然後整支重接近10公斤 請小心喔 好,那這麼重的玩具 基本上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買來把玩的 因為他真的還 挺重的喔 然後等一下我們先來看他的配件有哪一些喔 好,那基本上呢 所有配件就是桌上擺的這些喔 還包含兩支 黑色的褲襪 好,那我個人是不建議一套啦 好,雖然他是防刮傷 如果你硬要把 一支鋼鐵人塞進去的話 不過你不敢保證說這個黑色的褲襪會不會染色 到時候你的鋼鐵人就變成黑火腿 好,那 就是 黑色的褲襪 其實我覺得塞整支鋼鐵人在裡面也沒有意義 因為塞進去就看不到 對不對 那其實原本放半身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然後把可動做好比較重要 硬是要 塞一支鋼鐵人進去然後 讓他變成雕像 這其實是 走退路 好,個人的感覺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附的這個 半身的胸像,那他就是NK 43的半身胸像 那 頭打開可以開燈 身體後面 好,這邊有開關可以做開燈的動作 然後你就可以做 燈的打開 然後後面這一塊呢就是讓你插在那個 NK44上面,那手不能轉不能動也不能拆下來換,這是比較可惜的 頭是唯一可以拆下來換的 所以頭拆下來之後呢你可以把它換成就是 有臉的頭 好,像這樣子 好,你就可以把它換成 有臉的頭,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面罩是錯的,你也可以把它面罩換成原本的 NK43的面罩 好,那基本上是 都共通的 那由於脖子上 脖子是不能拆的,所以你沒辦法換頭雕,除非你的頭雕是不含脖子,可是大 大部分東尼的頭雕都有含脖子 好,那 你就不方便做 就替換 脖子不能拆還蠻可惜的,脖子可以拆你還可以換 就是正常裸露沒有頭盔的 頭雕 好,那這個呢就是他的 所付的胸向 那再來呢有附一個戰損的盔甲,全身只有這個地方是壞掉的 其實浩克弄壞他很多地方 那不過他只附了 這一塊 那這支的紅色漆我覺得 其實他是 平光他並不是亮光 所以他跟NK43 四分之一的比較接近,而沒有那麼多的 光澤,可是平光上面看起來的金屬感 比較沒有那麼的 夠 但是 厚重感比較有,你就會覺得他 來的比較 大支一點點 好,這是 戰損的 盔甲,那其他的盔甲都是 安裝的,然後他胸甲這一塊 可以拆下來 好,那拆下來之後你可以看到內構,這內構就有偷懶 好,那你可以換成 銀色的這一塊 那我個人是比較偏好 紅色的,所以我就不會把他 換成銀色,因為 裝進去裡面周邊的盔甲都是銀色的 所以 紅色相對呢 會比較顯眼一點,因為裝進去之後你還要裝這一塊 這塊也是 銀色的 然後你還要 裝這一塊,這塊也是 銀色,如果全部都是銀色,我覺得 色調太過統一 比較 沒那麼好看,所以我自己是會把他裝 紅色的盔甲 那再來來介紹 側邊的這一塊 好,這是手部的 側手甲 那這個手甲呢,他有一些機關跟 可動 那你先看一下塗裝,我覺得 金色的漆的質感算是普通啦,沒有非常有 金屬的感覺,可是其實金色漆 質感已經比KA要好了,然後他有一點點 亮粉在裡面,好,然後舊化呢 還可以,好,那如果舊化當然要比3A的舊化還是 算是目前 在製作上最好的,然後大概可動可以動成這樣子 前面可以翻開 那邊當然可以蓋起來 好,然後這一塊也可以翻開,你可以看到 內構 那內構呢 就是他有做,沒有 到非常的細緻,然後把它 扣回去這個,其實還有點難翻 好,然後這一塊呢,你可以看到 可以翻開 好,裡面這一塊 也可以做 做活動 好,然後前面的這一塊 可以做翻開,然後這邊這兩根 也可以翻開,然後再來 這個是有燈的,這是 KA沒有,但他都會有做燈的一個 差異度,轉化中間KA有一點差異嘛 雖然他被擊到就是要塞整支NK43 當初就不看好可動了 覺得 還挺反對的 好,那 OK這邊多了這個燈 然後再把它關掉 塞了一支NK43,延後了兩年初,然後 變成PPS,而不是 NNS的可動,這是我個人覺得 非常可惜 又是走退路的一個 一個算是 不好的決策 好,那這個就是 測盔甲 測手甲 那這些就是他所我附的 東西了,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本體 跟亮燈 好,整支憂鬱非常巨大又非常重啊,其實要介紹其實真的還 挺難的,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亮燈喔,那這次影片大概分成兩部喔,一部就是介紹可動 那一部就是 目前你看到會介紹所有的配件跟 亮燈 好,那 首先呢 亮燈頭部 好,頭部呢,你可以從天靈蓋這邊把它 打開 打開之後這邊就可以有 開關,你可以把燈光拔開 好,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眼睛是可以做 亮燈的 好,那為了看亮燈我稍微把 周邊的燈光 按一下 會比較看得出 亮燈的 效果 好,那是第一個 頭部亮燈,那再來呢就是 身體的亮燈 那身體的亮燈呢,必須從 後面開喔 那 枕枝還蠻重的,所以我們先 轉到後面來 轉到後面來之後,後面這一塊 可以把它搬起來 就可以把燈光打開 好,那打開之後你就可以看到這邊還蠻多亮燈,就是這邊有四個 然後這邊 表面上看起來是三個啦,其實它應該裡面一個LED燈而已喔 那只是 透明度在一起 好,所以它就會 感覺是三個小燈都亮喔 好,然後轉到正面 胸口的反應爐 好,只是現在 擋住了 把它拿下來 好,胸口的 反應爐是會亮燈的 所以後面這一個呢是控制 就是身體的後面跟前面 好,那再來就是手的喔 手掌的亮燈 我們就稍微往下一點 好,基本上手掌的亮燈就是在 他的手的這一個 蓋子 把蓋子扳開再把它打開 好,你就可以看到 手掌的 亮燈啦 然後把它蓋回來 然後另外一個手也是 翻開再打開 好,你就可以看到 手掌的亮燈 那再來呢就是腳步 腳步就是 兩隻腳是分開的喔 所以我們再往下 好,腳步你要看到亮燈就必須要把 身體再轉到後面去喔,因為他的 開關一樣在後側 好,身體轉到後面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兩塊 都扳下來 把燈光打開 再蓋回去 好,那就覺得 開個燈喔 要搞很多東西喔,為什麼不 設定好一次的 開關就好,你就可以看到這是 腳的亮燈 然後再把它轉到正面來 好,那這是正面角的亮燈就是 這邊有一顆 然後底下這邊左右 各有 一顆 那這是所有的 所有的亮燈喔 然後把它拉高起來 所以實際上呢 一般其實說真的啦 你也不太會去 會去打開 亮燈來去做 觀看 只是亮燈 打開的時候呢 你又不是開關喔,如果你可以設計一個 遙控開關,像後來Ka就有設計 他的第二代的 NK44就有設計 遙控開關,開所有的亮燈喔 那反倒是比較方便,因為你要展示的時候一樣就亮了 要展示的時候 朋友來看一下亮燈 你這邊搞半天才可以把所有的燈開亮,然後 又搞半天把它關掉 都已經心灰意人了 好,那這是亮燈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支影片就會讓大家介紹一下 可動啊,那這支基本上這麼大支要轉轉熱幾乎是不可能啦,所以我也沒辦法轉轉熱讓大家看 各個角度的 的亮燈喔,所以 如果你要看亮燈我只能 手動的大概轉一下 好,那手臂上是沒有 任何亮燈的喔,他不像 NK46或47手臂上 還有很多小燈 好,所以嚴格 要比較的話,NK46或47身上的亮燈其實 比浩克毀滅者還多啦,畢竟他是比較後期的鋼鐵人喔 那 如果44之前,44當然是最多亮燈了,45之前 45其實沒有很多亮燈,46 跟47算是 一樣的 多的亮燈 好啦,謝謝大家收看這個part 1的部分 在part 2呢,我們會來介紹就是關於 可動跟 細節 好,跟裡面如何把鋼鐵人放進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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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